有看過百萬現金得主 叫什麼樣子嗎 歡迎曾小姐 想要跟她一樣幸運的掌聲大一點 開心的從台北市長 腳彎手中領到大獎 獲得2023 Let's Go 台北 消費歡樂抽活動 100萬現金的新北市民曾小姐 到現在還不敢相信 接到電話通知當時 甚至還一度以為是詐騙 逛完旅展跟朋友一起吃飯 所以就是會再請朋友吃飯 再一起去抽 那聽到中百萬的時候 當時有歡迎嗎 有有歡迎 然後到現在還是覺得很不可思議 歡迎市長親自送上我們的黃金一輛 2023 Let's Go 台北消費歡樂抽活動 從4月舉辦以來 到目前為止 登錄發票人數有9萬7千多人 累計金額已經達13億 獎完除了與四月抽的大獎得主們 分享中獎三大攻略 也呼籲大家把握時間 在5月底前 踴躍到台北消費 滿200元並登錄發票 就有機會獲得活動亞軸最大獎 現金500萬元 及進口油電車等超過900項的好禮 謝謝大家不只來台北消費 也帶給自己好運 而且也要謝謝大家很認真的登錄消費的發票 因為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個步驟 我們這個活動將到5月31號 大概還剩兩個多星期 所以希望大家把握剩下的這幾天 趕快來台北消費只要滿200元 就有機會抽到大獎 迎接母親節到來 台北市政府也推出加碼感恩抽活動 民眾在母親節當天為止 完成消費並登錄發票 還有總價值55萬元的額外獎品可抽 母親節我們也特別加碼 有母親節感恩抽 所以屆時母親節遣大家消費 然後登錄發票 就可以參與這個感恩抽 我們也準備了 包括了元氣的座椅 能量座椅 還有總獎金55萬元的相關豐富的產品 希望大家把握這個機會 好好的消費 另外2023Let's Go台北消費歡樂抽活動 還推出在特約店家消費可獲得 兩次抽獎機會 週週抽黃金 學生加碼抽Apple系列 及市民專屬加碼抽家電等 歡迎各縣市民眾踴躍到台北市遊玩 一邊消費享受歡樂時光 一邊參加抽獎 也許下一個大獎幸運兒就是您 記者張綺藤台北報導